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狐狸姐姐就给大家讲一对好朋友的故事 这一对好朋友分别叫做连波和令向儒 连波和令向儒都在赵国做官 令向儒的官职比连波大 连波对此不服气呀 很想找令向儒一个麻烦 让她知道谁才是赵国最大的依仗 有的小朋友要问了 不是要说好朋友吗 怎么说起敌人来了 其实呀 他们开始的确不是朋友 可是后来却成了真真正正的好朋友 你想要知道其中的故事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向儒称吉 正国时期 有一个叫令向儒的人 和一个叫连波的人 他们都在赵国当官 一天 一天 连波上朝回家后 就气冲冲的冲进了厅堂 原来 今天早朝时 赵王突然颁布赵书 封令向儒为宰相 官职比连波还高 连波非常不服气 心想 我一个大将军 一生南征北战 出生肉死 为赵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凭什么他令向儒的官职 能比我还高呢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令向儒呢 夏朝回到家中 刚刚下车 就听到自己的门客 叹息说 哎 这年头啊 官大有什么用啊 还不是照样受人家欺负呀 我看现在啊 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 而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 其他人 听了那门客的话 都点头称是 令向儒知道 他们只是在为自己 名不平 那门客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今天赵王封令向儒为宰相后 令向儒的官就比连波大了 夏朝时 按道理应该是连波给令向儒让路 可是 当令向儒看见连波将军也出来时 却早早地给他让路了 而连波不仅没有主动谦让 还愤愤地看了令向儒一眼 才抬脚离开 这下 可把令向儒的门客们给气坏了 其实 令向儒被封为宰相 不仅连波将军不服气 朝中很多人同样不服气 纷纷替连波将军名不平 连波听了这些人的想法 自己也觉得十分委屈 这令向儒究竟有什么才能 官职竟然能高于自己呢 因此 连波老将军胸中一直闷着一口气 总想找个机会羞辱令向儒 令向儒早就看出了连波心中的想法 但是为了照顾着想 她总是想方设法 躲着连波 连波一上潮 令向儒就称自己身体不舒服 推迟上潮的时间 以免和连波发生冲突 但令向儒越是这样 连波就越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一天 令向儒坐车去上潮 当车走进一条小巷子时 令向儒远远看到巷子口 有连波的人 于是 她赶紧吩咐随从 调转车头 换条路走 那些随从很不明白 明明明明明明明ρά 明明明官职比她大 道理上也讲不过去 为什么总是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要退避呢 这时候 令向儒再次吩咐随从 掉转车头 给连波将军的人让路 回到家后 令向儒看随从们 一个个吹头丧气的 就笑着问大家 你们认为连坡跟秦王谁更厉害 当然是秦王了 这就是了 秦王我都不怕 为什么害怕连坡将军呢 这都是为了赵国 为了赵国就要躲避连坡将军 你们知道秦国为什么不敢攻打赵国吗 如果我和连坡老将军有了矛盾 秦国会怎样呢 令相儒这番话 很快就喘到了连坡的耳朵里 连坡对自己只顾个人利益 而不顾国家利益的行为 感到十分羞愧 于是他脱下战袍 背上金条去丞相府请罪 令相儒见连坡来赴金请罪 连忙热情地出来迎接 从此后 连坡和令相儒成了最好的朋友 现在 河北的邯郁市 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首先是理解 令相儒能理解连坡 所以她可以忍受门客不能忍的 当我们与朋友发生一些小摩擦的时候 先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一想 是我的不对呢 还是她的不对 其次是宽容 当连坡向令相儒道歉的时候 令相儒热情迎接 宽容了连坡之前的所有不是 生活中也是这样子呀 当朋友分错的时候 我们有宽容的心 就有更深厚的友谊 第三点是信任 互相不信任的人成不了朋友 令相儒和连坡的友谊 不正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吗 好了 现在知道怎么交朋友了吗 那就是理解 宽容和信任他人 千万不要乱耍脾气 乱猜疑别人 这些都会破坏你们的友谊 在这里 狐狸姐姐真心希望 有了好朋友的 希望你能有更多的好朋友 正在与朋友欧气 那就要与朋友和好了 在时没有好朋友的 也别灰心 做好这三点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对 答案 我们 说